两座主角暴打宿诺 无限见证的模仿给宿诺打懵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其林 本期我们接着来看周术回战第250话 遗骨由他的领域真爱相艳 能从遗骨模仿并储存的术士中选择一个 作为必中术士赋予领域 除此之外的术士 还会随机赋予在领域内的刀上 只有遗骨能使其发挥效果 但哪把刀上附着哪个术士 连遗骨自己在握住刀之前也无法知晓 刀一旦松开 术士也会消失 但刀的数量没有上限 就在这时 苏诺察觉到了上方的气息 脚步一挪 便躲开了李香的袭击 下一刻 遗骨竟换出了几道蚯蚓般的李香 直奔苏诺而去 但却在苏诺身侧半米外 绕起了圈子 同一时间 虎战的拳头从身侧挥来 苏诺只能用单薄的右手臂来防御 可下一刻 身上突然多了几道伤痕 在飙雪 苏诺这才感受到 刚才绕圈的弑神 其行动轨迹上 布下了不可清洁节的术士 看着一股在领域中的如鱼得水 苏诺嘴角一笑 开始分析其战况来 现在的他 因为和五条物的战斗 依旧无法使用领域 反转术士的效率也很低下 周里总量也被消耗到 和这个周林附身的小鬼差不多的程度 能扩张术士对象 斩断世界的解 也无法再维持迷虚格龙的同时使用 再加上 虎杖那个小鬼 刚想到这儿 就见李湘一把抓起虎杖 跟镖枪似的 向他扔了过来 同一时间 另一侧的遗骨也划破空间的平面 向他发起进攻 苏诺 一手抵挡虎杖的拳头 一边抓住遗骨的刀 这是他一察觉到 虎杖拳头的奇特之处 每次收到虎杖攻击 他的咒力输出都会下降 虎杖会感知他和浮黑会灵魂的分界 并对其进行打击 唤起因育而下沉的浮黑会的灵魂 令他对肉体的支配变得迟钝 等到他被削弱到无法维持迷虚格龙时 就会遭到天使的术士 挟去五天梯的攻击 消除浮黑会体内的宙物 分析完战况后 苏诺一把弹开一骨的刀 准备先对付虎杖 斩机的痕迹已经映照在虎杖身上 苏诺正想一拳抡过去 却突然听见一骨喊叫道 不许动 余光一瞥 在一骨嘴上那正是狗卷夹的标记 他还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随后从身侧又拔出一把刀 再次刺出了那撕破空间平面的鱼手裸弹 苏诺被这一气轰飞了出去 正等在后方的李香 双手抱起硕大的拳头 冲苏诺砸了下来 与此同时 虎杖和一骨也一左一右冲了上去 可站稳脚部的苏诺 突然手势一起 隔空斩机落在虎杖和一骨身上 正上方的李香抓住实际俯冲而下 但这一次却被苏诺一手接住拳头 抬脚就串在脸上 并且在李香的手臂上施加了斩机 零距离的斩机威力惊人 瞬间撕破了李香整个游臂 经过这一轮交手 苏诺再次分析道 虽然不能说比石流龙那家伙还硬 但只要不是接触到的情况 斩机就不会对他们造成致命伤 这不只是因为在和五条物作战后 他的咒力输出下降了 而是这些出战的术士们 全都拥有了相应的防御力 虎诺的反转术士还有乙谷这个领域 竟然将避重对象压缩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可是相当高级的节节术运用 所以他不急地问道 这一个月里你们究竟是做了什么 虎诺的回应是 努力和任性 乙谷则表示 开挂了 虽然目前来说战况还不错 但乙谷和虎诺都很清楚 要是没有五条老师所打出的后遗战 恐怕他俩在反转术士完成的瞬间 就会被一击毙命 虽然不太想承认 但此刻他们的确是在和最强的术士战斗 如果不在这个领域中决出胜负 之后会很恐怖的 想到这儿 虎诺和李相一左一右攻了过去 在苏诺空门大开之际 乙谷从正面回来了道 然而这一下 却是隔空在苏诺胸口做了一个标记 没错 这正是曾经和趁战斗过的漫画家的术士 《欲知未来》 能看到标记对象一秒后的未来 乙谷提前躲开了苏诺的反击 从侧面一拳砸在其脑袋上 苏诺也在新课间反应过来 这是预知能力 但就算是知道了也没有办法 乙谷的提前预知 加上虎张的正面进攻 给苏诺打的是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这会儿的苏诺也算是搞清楚了 乙谷的模仿术士 先是天使的携取五天梯 再是把空间当是一个面来操作的术士 之后是在世神的轨道上 布下不可信结界的术士 甚至还有骤炎和预知未来 已经全都集齐了嘛 不过想来应该没有无下线术士 那个没有六眼是没办法支配的 而乙谷通过这几次的教授也了解到 就算是苏诺第一次见到的术士 也会反应不过来 所以有那个的话就更有效了 乙谷化身谜语人 提着刀就开始了行动 先是乌鲁撕破空间的能力 扯来一块平面为遮挡 一箭刺向了苏诺脑袋 苏诺别过头去 随手便抓住了刀 然而乙谷等的就是这个时刻 这一柄刀的赋予术士 正是苏诺的疤 连苏诺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被自己的术士打中 这场淋浴中的对决 是越来越精彩了 好了 到这里就是《这种鬼战》 第二百五十画的全部弄了 先不提至下一画可能会出现的反转 但这一画的苏诺 是被古兹克秀了一脸 除了一记解外 全城都被打得一脸懵 一股模仿的术士 除了天使 乌鲁 狗卷 漫画家外 拿在世神轨道上布下结局的术士 应该是四大王者中 一开始就被一股秒杀的 受入老头的术士 其术士解释为 能将世神的行动轨迹 变为自身领域 虽然人死得早 但其术士在古兹克手里展示了一番 也算是没摆出场 仅是这一画就展示了这么多术士 一股神领域能力 是完全看不到上限啊 再加上虎章那削弱 宿诺的攻击 终于是看到了一次胜利的曙光 好了 喜欢这首回战系列的 别忘了底下关注哦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麒麟 我们下期再见